高智商罪犯进入史上最森严的监狱 手无寸铁的他竟然靠小小的勺子挖出了一条生路 他到底能否越狱成功呢 嗨大家好,我是王美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号称越狱片鼻祖的电影 《逃出雅卡拉》 杰克是一名银行抢劫犯 因为智商超群在监狱里有过多次越狱记录 警方把他关到了号称美国守卫最森严的监狱 雅卡拉监狱 来到这里的第一步就是拖光光检查身体 然后杰克就被送回了宿舍 不得不说,这监狱的条件属实不错 每个罪犯竟然都是单人件 杰克作为监狱的新人 免不了被狱长叫来敲打一番 他给杰克介绍了这里的情况 咱们这个监狱是四面环海,妥妥的海景房 就算逃出去不是淹死就是冻死 你就死了这条心,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吧 然而杰克可不是省油的灯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狱长的指甲单给顺走了 并且藏在了圣经里 杰克在监狱的图书馆工作时 认识了低头蛇小黑 他曾经因为杀了两个白人 被判了180年 这怕不是要在这里待两辈子的节奏啊 小黑也曾经尝试过孕狱 可是都没有成功 这里的守卫实在太森严了 每天点名12次 三个囚犯就有一个预警看守 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是固定的 在这里待久了 他渐渐也放弃了逃走的想法 这天杰克正在宿舍里无所事事 突然发现通风口有一只小墙爬了出来 这说明管道可以通向外面 他用只脚刀刮了刮墙壁 发现这间监狱年头久了 潮湿的空气把水泥腐蚀 金属也升了锈 这让杰克的小心思瞬间活跃了起来 邻居是一个胆小的人 在一次谈试中 邻居的妻子告诉他 妈妈病重的快不行了 然后邻居找到杰克 希望他越狱的时候 哪能带上自己 就这样杰克多了一个帮手 有时候好运是说来就来 吃饭的时候 杰克又碰到了自己的老熟人 曾经的育友 海尔兄弟 他们俩也是因为越狱的原因 被转到了这里 这下杰克瞬间有了三名队友 还真是一个好汉三个帮 他跟几个人说出了自己的逃跑计划 把通风口挖开 顺着管道跑到屋顶 然后从海上逃出去 海尔兄弟在监狱的服装厂里工作 可以偷来一些雨衣和浇水 用来制作海上的逃生工具 回到宿舍后 杰克让邻居把风 自己则关灯挖洞 可是这支简刀挖洞太慢了 挖了一夜效果甚微 第二天吃饭 杰克看着手里的勺子 来了想法 他找来预警说 勺子脏了 想要换一把 海尔兄弟立马明白了杰克的意思 上前帮忙打掩护 杰克换勺子的功夫 多拿了一个回来 他在小嗨那里得到了焊接金属的方法 把硬币磨成粉末 放在勺子和支脚刀的连接处 然后用一盔火柴融化 就这样 挖掘工具就做好了 挖出来的土 每天日常散步的时候 想在地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 通风口终于被杰克挖开了 邻居和海尔兄弟也如法炮制 为了防止通风口不被发现 他们用杂质和颜料 画出了假的通风口和假人头 甚至从小黑那里搞到了假发 还真是绝境造就人才 杰克把假人头放在床上假装睡觉 自己则钻进通风口里查看 他发现确实能够顺着管道爬到楼顶 可管道口却被钢筋挡住了 不过这难不倒杰克 他把音乐教室的风扇带回来 改装成电钻 打通了出口 就这样几个人白天是乖宝宝 晚上却偷偷聚在一起干活 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杰克平时表现得太安静了 安静得让预长觉得奇怪 晚上预长来到杰克的宿舍搜查 搬开手提箱露出了通风口 不知是杰克化工真的好 还是这预长是个睁眼瞎 这么明显的痕迹 预长愣是没看出来 林总还不忘嘲讽杰克一番 不过预长的感觉还是准确的 他提出给杰克换宿舍 让预警在周二早上办妥 杰克也察觉出了预长的怀疑 他决定周一晚上就逃走 临走前跟小黑道了别 随后爬进了通风口 海尔兄弟也已经爬进了管道 三个人在约定地点等待邻居 可邻居却迟迟没有出现 原来这关键时刻 邻居又拿不定主意了 自己躺在床上 不知该不该逃走 大哥你这管道都挖好了 也不能让几个月的努力白费啊 杰克三个人等了半天也没有看到人 只能果断放弃邻居 毕竟不能让猪队友耽误了大事 三个人顺着管道爬到屋顶 跨越栏杆来到海边 给旧声音和泳圈充好气 然后游向大海成功越狱 等这边的邻居坚定了信心 跑去跟杰克会合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一个人够不到高高的管道 这时候可没有后悔药可吃了 第二天早上 狱警才发现了不对劲 躺在床上的不是杰克 而是一个假人头 随后狱警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 可是一直没有见到三个人的尸体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故事中的监狱在发生越狱事件后 不到一年就关闭了 而这座孤岛也变成了现在的观光圣地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喜欢王美丽的话 可以关注留言转发 我们明天再见吧